各位應該有看我這部影片 就是我初次見面的複視相機 拍這部影片的很多人都很喜歡 一二集 攝影師第二集 ModelPoPo 嗨 東樹園 滿滿的就是字 他餐廳的最大特色就是 他每道菜的名字都很長 這個的名稱叫做 橘烤野生生泰山 尾王大蝦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給的那個爽豬的 而且這個是 什麼蝦的 什麼蝦的 有沒有 就是要來換鏡頭 哈嘍各位 我是富林 那我們今天呢 要拍攝一個各位 都很期待一個主題 今天各位應該有看我這部影片 就是我帶著我的 初次見面的複視相機 然後呢 跟各位介紹就是我的攝影的興趣 那時候拍這部影片呢 很多人都很喜歡 都覺得Model很好看 所以呢 今天我就來要拍第二集 好不好 露宇攝影師第二集 那今天我邀請的對象呢 也是我身邊的朋友 而且他本身呢 也是屬於那種 可愛型的一種女生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是會 找他到一間餐廳吃飯 那我們就利用餐廳的景色 來幫他拍照 好不好 OK 可以期待一下 OK 我們歡迎今天的Model 泡泡 嗨 那泡泡本身呢 他是做這個室內設計的 我會在這邊 需要他的IG 那如果說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他 OK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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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呢已經進來這個餐廳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滿滿的都是字 滿滿的都是字 然後背面 背面是字 那他 這家餐廳呢 這家餐廳呢 這家餐廳的最大特色就是 他每一道菜的名字都很長 你看看這個 你看看這個 那每一道 每一道超長的 那 所以呢 你們就是讀要非常有耐心去看 就是 你看他 他一個菜名都超長的 所以 小姐你決定要吃什麼 還沒 都還沒看完字 好像在考試喔 天啊 各位 我跟你們說 現在呢 我們餐點已經選好了 那我們要吃什麼呢 我們要吃這個 這個的名稱叫做 焗烤野生生態三味 大蝦與冰太子奶油 風味蛤蜊原汁麵 好 這個是 我旁邊這位小姐要吃的 那我要吃的是 煎烤青檸檬香 45盎司 松本豬 與麻油香 麻油奶香 野菇 酥原汁麵 好不好 我跟你講 你們看一下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真的 就是 這麼長 好不好 然後呢 飲料的部分啊 其實也蠻長的 像 小姐呢 就是要喝 蜂蜜紅茶 佐 牛乳 而我呢 是要喝香草紅茶 佐牛乳 OK吧 好 我們待會就是等這個 餐點上來 來看看 他們餐點到底有多厲害 到底有沒有跟他名字 一樣厲害 好不好 OK 對 這餐點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點的 那個什麼豬的 阿你這個是 什麼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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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條 紅茶 紅茶 蜜香紅茶 佐牛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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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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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啊我已經吃成這樣了耶 我是要錄你的心得 我覺得還不錯耶 明太子 然後還有這種焗烤蝦 蝦好像還蠻大隻的 嗯 蠻大隻的 還有三隻 還有蛤蜊 雖然吃得有點凌亂 太棒了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錄一下 還有你 按錄影 這樣就可以再錄 OK 這個是一個紀錄好不好 好那我們第一個呢 我們就先幫我做個椅子上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剛剛打下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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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 換 鏡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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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3 2 1 好 好 來喔 3 2 1 1 面箱前面 我要... 我... 酒杯 你... 你讓我... 不是... 不然... 喝酒杯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你開它 然後... 放前面就這樣 然後... 欸可是這有陽光欸 你... 陽光不是要拍... 看起來就不哀愁了 那就... 要看一下 那裡比較... 門口啊 門口 門... 門口看起來很愛 你該... 靠白 你該個小屁 對對對 喂 都很... 沒錯沒錯 沒錯 呵呵呵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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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希望它不會生氣 好... 怕它生氣 它生氣 我就... 不如說它攻擊你的畫面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艺名商圈 我们要在艺名商圈这边拍照 我现在把这个相机啊 所以先放在这个地上 这样吧! 太棒了! 好处! MING PAO CANADA OK各位 我們已經結束了今天的拍攝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這次的拍攝照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要記得幫我按一下喜歡 然後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其實每次的攝影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學習 而且我自己在攝影當中有發現就是 每次攝影都發現自己會越來越進步 都有進步一點 而且包括後世修的照片啊 每次我都會慢慢會覺得說 欸這次呢我好像又在哪個地方 發現了一些可以進步或改善的地方 所以對我來說不斷的去摸索自己的興趣 真的會發現自己真的有在進步 也非常感謝今天我的model好不好 因為我拍過很多的model 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那我覺得很感謝的是他們都很信任我 然後也都願意讓我拍照 所以真的很謝謝 那如果說你們也喜歡我今天的拍攝 那一定要給我一個讚好不好 那我是傅琳 我們下一次的這個如影攝影師系列 再見囉 掰掰 拜拜 我們下一次 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